问卷,如果要取得资料,里面的资料,你甚至可以在点选上面有一个,在那个Google试算表里面查看,因为这些资料到底存在哪里呢?其实它就帮你存在Google试算表,它其实蛮像Excel的,只是Excel还是跟Excel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功能蛮接近的,那你可以点选这个按钮,它就会帮你跳到刚刚你填写的相关资料 甚至你如果不习惯在Google试算表应用的话,你甚至可以用档案里面有一个叫做下载的地方,可以把它下载成Excel,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资料呢,最后做完,还是可以变成Excel,你还可以在Excel里面做后续的动作都没有问题 OK,那刚刚就稍微看一下,像这个其实在有一些像那个单,什么那个就是简答题,还有那个这个这个想答的题目段落那部分,其实还是在这上面看会比较清楚 像什么,这个你觉得,我先把这个隐藏起来算了,你看这样有个资的问题,隐藏,这样隐藏 那我刚刚看了一下,同学的这个相关的意见,其实都还蛮有创意的 OK,引入具有其他行业知识的教授 其实大部分会有其他行业知识的就不会来当教授了 这个有点矛盾哦,因为大部分哦,学术研究哦,跟实物经验有时候不见得是,两者是就是啊,什么,齐头并尽的,有时候只能二折一了 OK,所以很多,其实很多老师哦,就是毕业之后,拿到文凭 博士文凭之后,其实大部分都不见得有到业界工作过的经验,就直接来学校了 所以你如果没有到业界去,那当然 对于那个业界的一些经验,那会很陌生的 甚至会恐惧啊 啊,我们不一样,我是一边,我几乎都半工半读 我在念硕士班的时候,其实也已经在工作了 OK,念博士班的时候也还在工作,所以其实都蛮蛮 一直都是还蛮忙碌的生活 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 大概人生是这样啊 要不就是你苦 苦前面 乐后面 要不就是你乐后面苦 乐前面苦后,就是其实人生都是一样 一个天平啦,最后其实 如果你希望 比如说你你之后的生活啊,比较安逸的话啦,我觉得还是要累积一点东西 我是觉得这几年啊,慢慢可以生活可以比较切一点,其实是因为前面累积啦,如果前面没累积的话 后面当然呢,就不可能说,可以 很很平顺的过日子 另外一些修图 这是修图,修图就PS嘛 Photoshop,其实我没有开啦,我有教Photoshop 然后 什么 设立数位化与文学结合的课程 OK 多添加实作型课程,这也是 活泼且有趣的课程 找个型男老师上 上课 电竞讲座 然后 什么 什么实作课 可以跳脱文学,但又不是传统 其实各位的想法都还蛮好的 给我 然后他 他们都实作课 他说 希望让 这是 这就写错了 OK 然后 这是谁啊 我看一下那个人 这意见都还蛮好的 反正就大家看看 这怎么又一个 这同一个 做隔壁吗 还是 不是很高 OK 好 这个都一样 其实是复制贴上的吗 因为不是 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个是志工系的同学 然后 美人配置一排口 不太有讲过 其实像 硬体部分说真的真的不是重点 像我家里 像我后来我看一下我家的笔电 超过10台 我一个人就一堆的笔电 但有些甚至用不到 因为有的时候是旧的 泰湾下来的 那有的是可能有大有中有小有比较大的 那每一个每一个 太多 重点是什么 你要拿这个怎么去发挥 比较重要 还有呢 现在 网络发达 后置 技术已经普及了 OK 又是我 所以有些蛮狗腿的 但是其实还蛮开心的 好 好听的话 谁不会想喜欢吗 是不是 好 所以 大部分都是结合 我觉得大家都还蛮有想法的 创意 这两个字 很没有创意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这学期 我总要先 刚刚各位 讲一下说到底这门课呢 有哪些重点 那 刚刚有做了问卷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这个 作业部分就是 请你设计一个 Google表单的问卷 然后找 至少 也一个 会不会太多 20个会不会太多 20个应该 很多吗 你QR Code少一下 随便找 你没有20个朋友吗 20个 你应该不止 你200个都可以 好 好 好 那 至少20个好不好 好 十几 15个好了 15个 至少15个 帮你做完问卷 然后把那个 问卷的结果 帮我照相 看你要贴到 或是要贴到 都可以 最后把它存个档 然后缴到这个作业 作业里面内容就是 QR Code加 短网址 还有你的问卷 的那个结果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 缴交的时间不用太早 大概 下个礼拜 会不会太宽 还是 下礼拜 可以吗 还是下下礼拜 好下下礼拜 就是 下下礼拜 其中 作业绝对不可能 这么容易的 好 那 但也不会太困难了 我想我会 我会给各位适度的 这个 折中的方法 OK 所以第1个 就是一个简单的作业 第2个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然后待会给各位 有时间练习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门 因为这门课我们重点是 放在 所谓的那个 就是 云端跟App 那所以呢我大概规划几个方向 那待 待会我会签 我自己的简介 然后课程简介 那剪辑课程内容大概我 把比较重要的一些云端易用提出来 然后并且请各位就是去 应用 然后呢把应用的结果告诉我 并且也会有个指标 就是说你还是要去做 做的时候我比较是属于实证主义者 就是我要看到就是 你有多少个数量 会有个数字 那比如说Google地图里面 怎么去实证说你到底 贡献的多少 刚好 它里面有个功能 就叫做 你的贡献 是我的贡献 反正是他 就是你要贡献一些东西 那他会有一个 评量的方式 也就是比如说 你上传一张照片 他好像给你几分 一张照片好像是 5分还是7分之类的 那一个影片好像就10分 那你一个评论如果是 少于 少于多少少于200字 还是多少 他给你11分 如果你多于200个字 他好像就是 给你50分还是多少 反正他就有个分数 Total 你的分数越高 那表示 你在云端上面的贡献度越高 OK 而且Google地图的重要性 也越来越高 我发现 现在很多店家 都很在意 他们在Google地图上面的评分 因为评分很差 人家就不去了 像我 你看踩地雷 而且上面评价那么差 谁 根本连 去的动力 所以 甚至有时候餐厅 以前都不会特别还查 再去 现在一定要查 没查就直接进去 真的有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有点是 风险蛮大的 常常有些人已经骂得 很多了 你就根本就去就不要去 不要浪费时间 也不要浪费钱 甚至有些 那个卫生很差的 你去啊 真的还要 吃了还要拉 这个 肚子不舒服 真的是 得不偿吃 所以尽量还是要做点功课 那怎么会知道 因为有很多人去过嘛 去过总会有一些口碑嘛 所以现在人真的蛮在乎那个口碑的 更不要说其他的 像你 订东西一样 Uber Eats 或者Food Panda 反正一定要 这个新的够多 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说 这一家 所以现在人都很在乎这些东西 另外的话就是Google项目 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 刚刚我们用到所有的Google表单 再来的话就是YouTube YouTube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云端应用 而且目前 是Google的一个经济母 他等于是说靠Google 真的就赚了非常 非常多的钱 那Google呢 当然创办人 其中有一个是叫做陈世俊 他在2005年的 我记得没错的话 就把 这个YouTube 卖给Google 卖给Google的价格 我记得应该在6亿美金左右 可是你各位知道吗 YouTube 一年的 收益 已经是 6亿的好几倍了 所以 这笔 生意的话 当然 太 太 这个太值得了 所以 不过有时候眼光都非常独到 这个会赚钱 把它买下来 好 那当然 陈世俊他是 不知道这个人 他曾经 回来 他是 台 台一的 美国人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呢 他 在年轻的时候 就 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就是因为他想要把影片分享给其他亲朋好友 后来发现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平台可以做这件事情 于是呢 他又花了很多力气 他又花很多钱 去做YouTube这个平台 主要他就是我们现在就分享影片给其他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而已 可是问题 那个年代 2005年那个年代 有那么简单 20年前 当然他要花很多的钱 在平宽上面 那个年代买平宽是非常昂贵的 一件事情 很烧钱 所以他那一段时间 几乎把所有他的存款 甚至他拿 信用卡去 借一些信用 所以他 他爸妈就非常反对 你不要再弄这个东西了 你把它关掉了 你不要 再 花这个力气 还有金钱 否则的话你这样子 根本 有点无底洞的感觉 然后那个陈世骏他有 印那个天下杂志的邀请 来演讲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现在会成功 的原因 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就是 我不 不听爸妈的话 因为他那时候 因为他爸妈一直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把它 不要继续再用了 他就是因为执着这件事情 没有听他爸妈的话 于是 他就把YouTube弄起来了 后来卖了 这么多钱 而且 我记得他好像 还是YouTube的股东吧 我不知道 反正他 他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说真的 他那时候才26岁而已 26岁 你看 十几年 15年前吧 26岁 现在 再加15岁的话 其实也在41岁 41岁 他就已经过退休生活了 哇 真的让他羡慕吗 不过 真的也是 霍福相遇 后来我记得 他30 几岁的时候 发现他又涨完脑瘤 后来不知道怎么样 我是没有在追踪他的相关 相关 新闻OK 再来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还有结合App部分 所以App应用 哪些App一定要会用的 像我后来我发现 用了用去真的Google的App 一定要都很熟 像我 第一名大家就Google地图了 还有YouTube 这不用讲 Google相簿 Google相簿也非常推荐 为什么因为他可以随时把你的照片 自动上传到Google相簿 而且自动帮你用 所谓的人脸辨识 自动帮你分类 以前要找那个 哪个朋友的照片 都还慢慢一个往下找 但现在的话你只要用人脸辨识 按 他所有力量的照片 从年轻到老 都会自动帮你列出来 我觉得这功能其实相当的棒 那这个部分后面我们再提 那再来的话 有关相关的档案 我会把它放在那个 这个云端上面 网址就这个 目前是 还没有整理 因为最近我发现 我本来有放了很多东西在上面 但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把它删掉 还是怎么样 最近就一直 找不到这个东 那里面 现在 我会把它慢慢再恢复了 慢慢再把资料放上去 所以你们只要记得这个网址就可以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大概简单 介绍要我自己 其实因为 大部分都救生 所以也没什么好 太多介绍了 那我常 介绍就是 我Google 我的名 我的 这个 关键是吴老师 然后 早上试过 第1个page里面 就会有 我的 连结有4个 OK 第1个我的教学部落格 上面放了我超过1000篇的教学文章 OK 第2个就是我的 教学的YouTube频道 超过2万个影片在上面 第3个呢 就是我的教学论坛 我把我的文章分类放在论坛上面 第4个呢 也是我的部落格 不过是匹克邦的 因为我后来发现 角兔要有三窟 于是 我就 比如发表文章的时候 那我部落就是那个Google的blog放一个 然后呢 匹克邦也放一个 反正就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是放不同的平台上面 增加 曝光的机会 所以这是相关我的 这个相关的经验 那也没什么好特别介绍 可能比较特殊是什么呢 就是 我在 这个 念 我念的是 中文相关的 硕博士 但是 我在 念书的过程当中 我却已经在软体公司当成是测济师 其实这还蛮跳动的 而且很多人其实不太能够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OK 那又是另外 一件事情 那 所以后来的话 我毕业之后 他没有走学术 就走到业界去 他也很多的 经验 其实也蛮 我是觉得也还蛮多可以跟各位分享的 好 好那大概是这样子 OK 其他我在教的 这是相当的感谢状 这些奖项 之前跟各位 那还有证照 证照其实也是一堆 那你说证照重不重要 我觉得对于 非本科系的学生来说 这些 是 一个佐证 我觉得 我觉得当然呢 不嫌多啦 只怕没有而已 所以如果你一张都没有的话 我是建议可以去拿个至少基本的吧 像最常用Excel 你就去把Excel的相关证照拿到吧 对不对 或者是PPT PPT这个很简单 你就把PowerPoint的相关证照拿到 那目前当然 有 几家 比较 有名的啦 像原厂证照MOS 有没有 或者是TQC TQC是 国内电脑技能基金会办的 OK 那两者之间 最大的差异 我是觉得像我自己最近考了一个PowerBI的原厂证照 OK 然后我也去考那个TQC Plus的这个证照 那我发现了两者的风格完完全全远迥 国内证照强调是实作 所以 就是上机考试 他就给你题目 他要你程式写出来 那原厂证照 那个微软的 证照我发现 他 他跟国内证照完全走不同方向 第一个我愿意最大的问题是 他考试的题目 全 英文 所以 全部你要把 我发现我花最多力气就是看英文 他当然有一些 题目啦 但不是全部的 他有一些考古题目的 所以我考这个试 发现我很久没这么认真 没这么努力了 没这么用功了 我花好久 大概 一个月吧 第二个是他里面几乎都考理论 不是考试误 所以没有什么上机题 几乎都在做一些 选择题 然后问你说 这个的最后 他一堆 一堆的英文 问你说这个结果 应该选哪一个 OK 所以其实还蛮花时间 但是我觉得 都会有收获 那曾经也邀请过 因为背景的关系 非本科系 所以 YES123也找我去 他们的那个 记者会 然后 另外 之前有一个联合报 他们有来采访我 然后写了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的重点 我不知道他好像没什么 他问的 其实最后都没有写上去 那最后他只关心说 我到底赚了多少钱 OK 好像他 很关心就是说 到底 转行这件事情 有没有办法让 那个薪资提高 OK 所以如果你们Google 我后来发现Google Google 关键字 其实你们只要找那个关键字 中文博士 他的关键字是中文博士 空一格 有没有 空一格很妙 你看看空一格他会两个提示 一个是城市设计 一个是失业 中文博士 只有两条路走 第一个你不就是写城市 不就是你就是失业 这是怪怪的 或者是Google 在Google里面有大数据分析 他里面自己提出来 那你可以找第1个 这个 城市设计 比如你走这一条路 你会发现第1个连结 这就是这个连结 UDN 就是这个 你会发现这个场景 有没有 有没有很熟悉 这个教室 这个教室在哪里呢 这个教室就在隔壁教室 OK 那那一天就是那个 那个记者 这个记者 这个 联合报记者 有没有 然后就要拍个照 所以我就 也让他 拍个照 然后他里面说就是这篇文章 他就写说 国文老师越越少 然后到出版社才20几k 所以顶多是 3万出头 他问的其实还蛮多 不过他最后写什么 他是写 就我讲了什么话 但是他最后就是 下标的时候呢 他就写说那个 什么 这个 这个 他下的标题就是什么 改教 城市 而且他这个什么 提早转 吃得开 这个感觉 有点那个太口语了吧 那如果有兴趣可以从这边文章了解一下 里面我看一下他写什么 他说我的历程 45岁 OK 年纪 暴露在这上面 这应该把他打个 差4差吧 还是 OK 还是 4把他差差5岁 OK 然后 发现自趣不合 正当 OK 然后 甚至他把我收入给讲出来 大学兼课 这个 的终点费只有 其实也不要 再把他暴露了 OK 没关系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他说 底下什么 像各位的收入 年薪部分 还有 想到那个我们系上的主任讲的话 等等的 他好像有讲了一个 远低于外面的行情 OK 好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 再来的话 其他就是 曾经 指导一些学生去拿到证照 这也是 然后Google的部分的话 其实 当然你如果投入Google 你如果创造内容的话 其实是可以创造你的额外收益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 最近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叫 斜杠青年 有没有 就是很多书 像那个书架上都有 类似的书籍 那我记得 里面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说 你不能只有一个专业 或者是不能只有一个工作 等等的 当然斜杠的定义 其实还蛮广泛的 也就是说 尽量你要能够 如果单值一个薪水 要过日子的话 其实是真的有问题的 那怎么样可以增加这个获益 那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 OK 那另外的话 其实我跟各位讲 YouTube不是说你只是为了广告金 后来我发现 还有别的 这个好处 哪些好处 其实我后来有看到 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的话 一个网红他把他自己的心 他把他自己的经历 把它拍成一个影片 这个不知道各位没有看过这个人 他这个人叫什么 这个叫哥伦 哥伦布 长得其实还蛮帅的 有没有 然后他想 他现在已经41万的订阅了 然后他说为什么要当网红 OK 这个 我发现 我发现我们班上还蛮多也可以当当网红的 而且长得还蛮帅的 可以 像景臣就可以 你也没有自己的频道吗 很久 很久很久 哦 我是觉得可以有 有一些内容嘛 可以想想看有没有拍一些东西吧 有些 就是产生 就是把你的一些 新的想法创意 拍成影片 可以让大家知道 那他为什么要当网红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我刚刚有请那个 工作人员帮我开一下声音 然后 ABCD EF 这个都趋势 AI这个没有问题 各行业现在只要挂到AI 都是可以多卖一些钱 金融业其实也要提AI 然后大数据分析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云端 辨识 电动车 还有金融科技 Fintech 这个已经 在各行业都 都慢慢发酵了 那刚 这有秀了一个为什么 那课程简介的话 后面我就是要来提一下有关 这个 云端的相关应用 那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刚好用到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里面 其实他除了说呢 可以放一些资料之外 像我的云端硬碟里面的话已经他给我多少空间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特别注意 我像我的那个 云端硬碟 像我目前的空间数量 是2TB OK 那2TB什么概念 一般他免费是15 15GB 那为什么他会给我2TB 特别最好2TB 我没有特别买 如果要买的话 一个月好像要300多块吧 一个月要3000多块 才有这个空间 那为什么我有 这么多的空间 而且是免费使用 原因是因为 我的Google地图 那想说Google地图为什么要给我 原因是这样子 我给各位看一下 Google地图在这里 Google地图里面呢会有个什么 Google地图里面会有个Google的你的贡献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的 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贡献 将来也许 我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成绩吧 反正就眼见微评 目前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等级 那也许你可以先把你目前的等级先照相 然后到期末的时候你再照一张相 看看你增加多少分数 这也是个指标 这也可以当成你的平常成绩 一个作业成绩 各位可以看到 总共最高的等级是10级 我现在已经是 快要顶天了 已经是第 9级了 而且再一点点 我就可以达到第10级了 10级 真的很疯狂 OK 我看一下好像身边没有人超过我 而且他告诉我说 我 我是台湾这个他是用地区 这个地区里面 已经是排在万分之一的位置 也就是已经是很前面的 如果你的分数 如果你有身边有朋友 分数比我高 你可以告诉我一下 好 那 你想说那为什么 会有 这个分数到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 评分他有分数 然后呢 评论 评论就是你要写一些东西 评分几颗星 相片 相片我传了几张相片 总共传了 15,646张 照片 照片不是乱照的 还是 斟酌很久了 才按下那个快门的 OK 影片的话我也传了 365个影片上去了 解答 4000多个 编辑过地点 等等的 新增地点 等等的 这些total加起来 那至于分数怎么来的 他这边有个建议不了解 分数相关资讯 那你会发现 他有在地 这个叫在地想导积分 那因为呢 我达到第9级 所以他就 发了封信件 跟我讲说 因为你达到第9级 所以我们免费给你使用 2TB的空间 对 也倒是不错啦 OK 然后他说评论是10分 超过200字的话 每则再增加10分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不划算 因为要超过200 打200字才10分 倒不如你多照几张照片 为什么 照片 一张就5分了 你拍两张就10分了 你 拍两张跟 打200个字 当然好像拍照 那如果影片的话 每支影片 7分 这个有标记 这个我没有用过标记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回答问题 最赚的应该是新增地点吧 新增道路 这个 可是我基本上比较少 然后这边有些勋章 目前我是第9级 是这个勋章 再来的话 即将达到第10级 然后呢 就没有了 第10级 再来第10级 没有第11级 OK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 也可以当成是云端应用的一个部分的 这个作业成绩 所以你们回去可以先看一下你的 那另外的话呢 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评论 那至于我去哪边 其实 去学校我就写一下 我写的比较少 我写的比较多的 之前会写的 比较多的文章 就是我看一下底下 这个都写的比较少 好像这个 光这个就比较多 可是后来算一下没有200 好像100多个字 应该在补几个字的 还有呢 相片 目前的 这个就写的比较多 这个200个字 去泡汤的 过程 因为 Akoda 卖这个 这个价钱 他现场去的时候 他是说 他好像一个晚上要1900 我说1900有点贵 我说Akoda只有1000多 那他 他就愿意 OK 那就那就住一晚好了 那其他还有什么 一堆的 这相关评论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什么 我传的相片有 1 1万多张 目前的观看 看过我的相片的 总共就有 3500 多万个观看次数 那最多 按照日期 按照那个观看次数 最多人观看的 的相片是哪一张 就这一张 瑞芳车站 90个观看次数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瑞芳车站 可能因为是九份的关系吧 然后一寸圈 这个是去日本那个 钢山的照片 这个是台中的 叉子餐厅 不过这家餐厅 已经倒了 已经倒了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pizza 就大概这样 反正就是 拍一些照片 然后写一些评论 帮助需要的人 OK 所以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有关那个 Google地图的相关应用 那今天的话也许 底下的话就是 他甚至还会 不定期的 跟你讲说 你2019年 做出卓越的贡献 他说贡献数量多少 有没有 然后照片数量增加多少 比2018年还更高 然后他说你第九级的 然后等级 恭喜你是顶尖的 你的地区 百分之一 有没有OK 然后恭喜你获得 勋章 然后呢 什么贡献 然后你的什么 增加的观看是五百多万次 我光看到这个我都让我 更有热情了 我想说 哇原来这么多人看我的相片 一个摄影师最开心的就是有人看照片 如果没有人 就是有 掌声嘛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就像说 那个 写文章一样 如果文章都没人家看的话 那干嘛写 所以 后来发现花很多时间在写那个网络文章 因为很多人看 那这边的话 甚至他还 邀请我去加州开会 OK 后来发现他 会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 你一定要全英文的开会 OK 但也还好 我觉得应该 可以再练一下 但就是要抽出两个礼拜的时间 可能要请假 OK 其他的话大概就是 这些 那 今天的话 也许 我们就是 开头一下 然后呢 今天有个作业 这个作业部分就是 请各位建立一个 就是利用付货表单做个问卷 题目 没有限制 然后 题目问题 至少要 5个到 5个到 10个左右 那请 至少15位同学 帮你填写问卷 你把 QR Code 加短网址 还有了问答的问卷结果 把它照相 放在 Word里面好了 然后存档 佼佼这个作业 佼佼时间是下下礼拜 OK 那今天的话 也许我们就先开个头 再说明一下 那 我想第一周上课 那下一个 下一堂课 就给各位做练习 OK 好 画面画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